N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ndas 利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吉祥尊者 今天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课题 有些人以为 祖先或者是亲人或者是长辈的业 会影响到子孙或下一代 这是否是真实的 在我们佛教里面 我们是说 Sambay Sata Kamasaka 每个人是自己业的主人 他是自己业的主人 他自己造过什么业 他要受什么样的报 我们没有这种说法 说一个人的业另一个人受报 没有这种说法 好 那么这种言论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有些人会说 他祖先做得不好 所以下一代会很苦 其实呢 他是一种圆的现象 就是说 其实一个人呢 子孙会投身到那个家庭呢 一个比如说为二的家庭 都有他的业的 如果他过去不是有这种圆 那种业 他会投身到另外一个好的家庭 所以 通常投身到那种家庭 他也有那种业 所以有那种业的时候 类似的业 那个种类的业 所以看起来呢 让人家就看到 好像祖先不好的 子孙都不好 其实祖孙不好 是子孙的自己的业 祖先不好 他会自己要受自己的业的 且亲人长辈 都是一样 但有一种呢 就是影响 怎么说呢 有些人呢 他诞生在 比如说那种 比较低俗的家庭 或者是比如说 思维党徒的家庭 以前我有朋友 是这样 那么在那种环境影响之下呢 他也摆脱不了 他会跟着他的步伐 受影响 长辈怎么做 父母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他妈出话 你也跟他妈出话 所以有些时候的 那个模式 就在传染 所以你投身那个环境 其实呢 你的整个生命的模式 被感染了 被传染了 所以也很可能就因此 自己的业就一样了 但也有一种情形呢 我们看到一些 比较争气的孩子 他会发现 我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命运 那我不要 我要改 就像著名的那个 林肯总统一样 他觉得 他自己他爸爸是傻猪的 然后呢 也没有太好的 那个家庭教育 但是呢 这个孩子 他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命 转变 波兰群书 修养 改变个性 所以到后来 他竟然成为 美国至今 公认最伟大的一个总统 所以虽然 祖先 或者他的父亲的业 并没有那么好 还是杀猪的 但是呢 他的生命 却起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从这里 我们也看得到 他是一种个人的业 个人的业 决定自己的命运的 如果说有雷同 或者类似的 那种情形发生 那其实呢 也是因为 他刚好是同类相聚吧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好 那么呢 父母亲人祖先 这个不是我们能选的 虽然说 你说不是自己选 但是过去自己的业 业在选的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总之 诞生下来了 就已经在那边了 你不能做什么 对不对 那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习 在任何一种处境里面 都让善法增长 不管祖先的业不好 或者造了恶业 我们还是可以决心 我们要行善 我们要多做 祖先是情人 是称称性很强的 我们可以告诉自己 我不要受这种感染 我要多散播爱心 做个有爱心的人 如果是祖先呢 那些是有柔必报的 我们告诉自己 我们要做那个宽容的 原谅的 慈悲的 勤奋的 所以呢 通过我们自己的决意呢 我们是可以 转变过来的 好 但是这个问题 他用的字眼是影响 那影响有没有 有 都会有影响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愿意 用如理作意 我们可以把一个 负面的影响 转成正面的力量 怎么说呢 在我们的这个 阿比达摩里面呢 二十四云园里面呢 有这个 轻易子缘 里面有 这里呢 讲的就是 过去的前前 的那个 过去的 不善 即使是自己的 你都可以 通过你的 如理作意 通过你的 法的力量 让善生起 那如果是自己 过去的不善 我们能够 激发我们 让善生起 比如说 自己做过错事 过去做过错事 你说 我怕那个果报 快快 我现在多累 几些善的 让我更有承担力 来面对 他的果报 那你可能因此 因为做错事 而激发自己 行善 那同样的 也有些人说 我祖先做了 不好的事 让我这个家族 让人讨厌啊 那我现在不要了 现在要做好的 这是一点 这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当你在看到 电视剧里面呢 古时候的那些 一个大臣犯错 然后呢 鼠杀九卒的那种 事情呢 你会以为 全部一定是 这个一个人的业 影响了其他的人 其实呢 只能够这么说 投身做他的亲人的 肯定也会 所以才会 遇到这种 明明看起来 表面上自己 没做错 但是呢 因为一个人的错 而让全部人 被判死刑 而被屠杀 所以这个呢 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业的 我看他 那么一定要 你 为什么 我看他